菊香 茶香 梅香 吉安夜市 处处飘香 滋骨乌鸡 汤烧鱼头 芦菱美味 吃出百种好滋味 玻璃红鲤鱼 您见过吗 狗骨脑 怎么做才好吃 旺古城 听戏曲 赏瓷器 感受千年文化传承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传行诗话里 梦回2000年 我身边这位穿古装的姑娘 是吉安广播电视台的 主持人谢颖毅 今天就由她来带我们去 感受吉安夜市 独特的魅力风情 我们吉安古收被称作卢林 这里钟林玉秀物产丰富 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体育 素有文章节义之邦 江南望郡 金卢林的美誉 我们现在正乘坐着游船 沿着后河顺流而下 去往吉安最热闹的夜市 后河贯穿吉安市的几个城区 穿城而过 蜿蜒曲折 自然天成 从后河乘坐游船 关上河道两岸 一幕幕光影秀 正讲述着这座城市自己的故事 从能人县码头靠岸 我们就到目的地了 这里可以逛河边夜市 长卢林摆位 人气好旺啊 好多美食店啊 这边 对 虽然这条巷子不长 但是入住了上百家商户 我们在这里可以尝到 地地道道的各种吉安特色小吃 位于吉安市的能人巷 坐落于半苏桥桥头 但这里也曾一度变得陈旧落寞 从2022年开始 能人向老街全面改造升级 今年五月文化街区正式开街 如今这里的夜市有音乐 有表演 还有各式各样的奴隶美味 不仅卸着当地人接踵而来 也成为外地游客来吉安打卡必去的地方 这里牌被买的是什么 对 这个呢 它其实是一个葱油饼 但在我们当地啊 叫它 梭里油饼 这名字好难叫的 它是一种油饼的一种 那为什么叫梭里呢 就是叫勺子的意思 你看它就拿勺子给它一个一个煎的 每一个都做很小 然后里面面粉 糯米粉 葱 然后一起把它煎香炸起来 在我们小时候呢 也是经常会吃到的 在卖葱油饼这家店的旁边 还有一款吉安特色小吃 听说在以前 这小吃还是当地人送礼的强手货 这个炸的是什么呀 是这种圆的油条吗 不是 它叫白糖糕 白糖糕 对 它用的不是面粉 是糯米粉 加上鸡蛋 然后裹成一个圈 然后去给它炸 炸的金黄 然后最后呢 一定要占上这个白糖霜 我小的时候啊 每天都拉拉折让我妈妈给我买 还很长很长的队 都不一定能买到 那时候就这么紧俏了 对 当时小朋友都非常喜欢吃 那时候一块钱一个 现在白糖糕卖多少钱一个 两块 这个糖霜多一点好吃 对 多一点 多一点 把它给裹满了 让它变成一个白色 它不甜的 不是那么甜吗 对对对 很可口 好吃了 嗯 好吃 什么味道 甜甜糯糯的 就是表层有点焦 然后里边就是特别黏 很好吃 对 能人巷 夜市里大受欢迎的还有卤味摊 猪蹄 鸭头 鸭脖 鸡脚 鸭肠 荤的酥的品种非常齐全 咱们吉安的卤味跟别的地方有什么不一样吗 有啊 吉安的卤味它也是有奴林色色的卤味 卤味在全国它有很多种 比如说像我们江州户一带的 它的卤味就是偏甜的 川卤它又偏麻辣一点的 但是我们吉安这边的 我们这边的人他喜欢吃微微辣 所以我们以香辣为主 我们家这个卤味就是每天都现卤的 所以卖得特别好 这个香辣的卤猪蹄太好吃了 特别入味啊 我现在严重担心我的身材和腰围 它满满胶原蛋白 但你别担心 这个还只是我们的冰山一角 咱们还有好多都没有吃呢 是吗 能人巷 夜市里还有一道美食 是在外地的吉安人也会时刻想念的 那就是吉安炒粉 吃了最吉安的冰淇淋 配上吉安的炒粉 感觉是非常特别的一个搭配 对 炒粉的做法呢也很多 有肉炒 蛋炒 咱们点的这一份啊 是豪华版的甲鱼蛋炒粉 你看 它料特别足 而且呢 它还加了本地的冬酒 非常的香 这么大一块甲鱼 感觉很值得 38 还是比较划算的 新满意足 对 超满足 谢颖一说 想要体验吉安更多的夜市美食 那吉安的太和县 一定是要走一趟的 记者跟随谢颖一 来到了太和县的汪碑村 听说这里是太和乌鸡的发源地 每家每户都保持着养殖乌鸡的传统 太和乌鸡是中国著名四大乌鸡品种之一 也是最古老的品种之一 不仅浑身是宝 而且观赏价值也很高 太和乌鸡长得很漂亮 我特别喜欢它这个毛发 一丝一丝的 像兔毛似的 您看它的这个头 它非常蓬松 而且发亮感人 对 咱们说这个叫鹰头 为什么呢 是因为它这个头的毛 像那个红鹰腔一样 这个鹰头 对 耳朵也漂亮 对 非常疏离 然后咱们来看它的脚 这个也是我特别喜欢的一个地方 叫毛脚 你看就像穿一个喇叭裤一样 我们太和乌鸡它还有三大特色 是乌皮乌骨乌肉 用它喷得出来的美食也是特别好吃 它胆子非常的小 所以它就是长在咱们太和呀 是非常好的 但是一旦呢 到了别的地方 它的肉质可能就会发生改变 就阴谋意义了呢 也就是说只有在当地才能吃到它最原本的味道 对 太和乌鸡是药食同源的好食材 当地人说它具有保健 美容 增强抵抗力等多种功效 那么夜市里吉安人喜欢怎么烹饪它呢 这道菜呢叫做滋骨乌鸡汤 我们选用的原材料呢 是咱们本地的太和原种鸡 然后配了有这十来种的中量材 其中是有一米 黄芪这个五指茅桃 得用山泉水给它浸润 然后呢小火慢炖四个小时 它是那种肉质软 香气扑鼻 非常的美味 所以呢这个也是咱们当地夜市里面 吃乌鸡必点的一道菜 乌鸡还可以剁成肉绒 与洋葱胡萝卜碎末一起搅拌 用糯米纸包好之后 蘸上鸡蛋液 再裹上面包糠下油锅 炸好的黄金乌鸡卷 吃起了外皮花扎 里面的鸡肉鲜嫩 大人小孩都喜欢 在吉安有一种长不大的甲鱼 叫沙鱼子 别看它个头小 不大 但裙边却挺厚实 很适合与乌鸡一起红烧 是夜市里非常受欢迎的名菜 它也有一个很响亮的名字 叫霸王别鸡 腰果与乌鸡搭配 会碰撞出什么美味呢 把腰果和切成小块的乌鸡 分别放入油锅中 炸至一会儿 再与干辣椒段一起爆炒 调味后加入芝麻起锅 这道菜色泽红亮 鸡肉香辣简致 腰果焦香酥脆 沙鸡子鲜 乌鸡也鲜 如果这两个菜放在一起是更鲜 也是从外地过来的 然后感觉呢 这边它这个汤芽非常的好喝 然后它这个肉呢 也比较的有质感 吉安夜市美食里 受欢迎的还有各种鱼 新颖一所 在吉安吃鱼最好的地方 当属万安县 这里有两个湖 万安湖和新安湖 水之好 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养的可都是生态鱼 据说这里的鱼有五十多个品种 不同的季节 可以吃到不同的鱼 那么在夜市里 有哪些鲜美的鱼 可以品尝呢 这个小一点的是什么鱼 我们这个小的是桂鱼 桂鱼啊 这么小一点的桂鱼啊 为什么这么小 我们当地啊 就是说现在就是刚产 这个桂鱼的季节 都是很大 还没长大是吧 但是它这个营养又丰富 数量比较少 所以说它买的比较贵 像我们当地的价格 都是买到六到七十块钱一斤 那要做成菜 卖多少钱一份 因为我们当地两斤一份 就是要买到一百六十八 这个红的特别好看 这个红色的鱼呢 是咱们江西三红之一的 玻璃红鲤鱼 是咱们万安独有的 是红色的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它的塞盖 看到里面的塞丝 食用起来还非常的鲜美美味 因为它的蛋白质呢 比平常的鲤鱼要高出20%左右 而且还有一个很好的特点 就是把它烹饪出来 我们吃不到土腥味 吃不到鱼腥味 所以说呢 它不仅鲜美 而且肉质非常的细腻 它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玻璃红鲤鱼 热门的吃法是鲤鱼月龙门 将鲤鱼去鳞去腮之后 打上花刀 用盐和料酒等调料腌制一会儿 裹上生粉 在八成热的油锅中 小火慢炸五分钟 鲤鱼就定型了 之后用白糖白醋 番茄酱熬制的酱汁 淋到炸好的鲤鱼表面 就算完成了 这道菜外红内白 颜色月木 吃起来是糖醋味的 肉质比普通鲤鱼更细嫩 没有土腥味 喜庆的颜色 以及鲤鱼月龙门的美好寓意 也让它成为了夜市里 很受消费者欢迎的一道名菜 小桂鱼的烹饪 需要去除内脏后 打上小花刀 用盐 生抽 料酒等腌制过后 放入五成热的油锅中 过有两分钟起锅备用 在锅里加姜蒜小米椒炒香之后 加上当地的啤酒 放入小桂鱼 小火烹煮一会儿 调味后加上青椒芹菜 勾芡收汁 这样做出来的汤烧小桂鱼 肉质细腻入味 并且带有一股清新的酒香 在夜市 另一道必吃菜肴 就是万安鱼头一锅鲜 一般选用万安水库的雍鱼 用鱼头 鱼籽 鱼镖一起烹饪 鱼头切成小块 鱼籽 鱼镖焯水后备用 制作方法和汤烧小桂鱼类似 也是采用当地的啤酒来烹制 这道菜吃起来鱼脑大而肥厚 微辣爽口 很是过夜 是夜市里的极品菜肴 万安湖的鱼鱼 可以用来制作一道造型亮丽 颜值高的菜 把腌制后的鱼鱼切开后 摆盘造型 蒸五分钟后 在上面撒上红辣椒丝 葱丝 淋上热油激发香味 这道菜形似孔雀开平 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鱼鱼本来的鲜嫩 吃起来清香宜人 非常美味 鱼鱼在这个季节不是很好打捞 得靠运气才能吃上 另外像三色翘嘴 桂花鱼饼等菜肴 也是万安夜市里热销的鱼宴菜品 万安的每个师傅 每个座鱼的师傅 他们的手艺都是不一样的 可能你在路边的小餐馆吃一只鱼 都会吃出一只让你特别难忘的经历 在吉安品尝夜市美食的同时 别忘了有时间可以去一趟吉安的永和镇 参观一下目前世界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古窑遗址之一的吉州窑 吉州窑创烧于唐朝 鼎盛于南宋 距今有1200多年的历史 木叶添木 碱纸 贴花 窑辫幼纹等至此工艺都举世闻名 吉安的永和镇又会流行什么样的美食呢 刘建龙是吉安县的厨师 他告诉记者 在奴隶菜里最特别的就是血烧 味形由来已久 血烧就是用各种血来烹饪食物 烧出来的菜味道是非常鲜美 比较好的就是一个血兔 还有一个我们江西的血压 就是吉安的一个血压 还有我们的血散 做血烧的菜肴 一般是要先放入冬酒 再把血放进去 这样既可以保持血不凝固 也可以起到去腥增香的作用 烹饪的时候 食材的选择也比较讲究 你比较这个兔子 它不要买太肥的那种 瘦瘦的那种 太肥了它油腻了 这个肉就比较紧 鸭子是要买那个土鸭 吃骨子的那种鸭子 刀工也非常讲究 大小一致 切成来一块小杖的那种块杖 这样的话烧出来 味道就比较入味一些 食材七到八成熟的时候 把血淋进去以后 比较有鲜度 我看还用到了好多辣椒 是这个血烧都要用辣椒吗 对 是的 因为我们吉安菜 我们芦苓菜里面 它也讲究就是无辣不翻的 这个血烧鸭呀 是我们就是特别喜欢点的一道菜 鲜 香 辣 三个味道融合在一起 就特别下饭 这个血烧的菜一上上来 香味就令人流口水 让人受不了 除了血烧的风味 吉安夜市里 菊香 茶香风味也是当地一绝 要吃这样的美食 就要到穗川去寻觅 穗川位于吉安的西南部 这里山多田少 有的山地被人们开开成为梯田 有的则种植着金菊 茶等农作物 来到吉安 岁川 不仅要去感受风景如画的桃园梯田 也一定要尝一尝岁川三宝 金菊 板鸭 狗股脑 这个是我们夜市当中的常见菜品 岁川是全国四大金菊产区之一 我们岁川的金菊 色泽金黄 皮薄 味甜 因为到冬天才有 所以我们放在冰箱里面 是一年四季都可以食用 那岁川板鸭呢 它是以红毛鸭为材料 皮质比较完整 它是我们一年四季的常见食材 它一个最大的材料 就是我们岁川板鸭的骨头 酥脆 可以嚼 而且整道板鸭都可以吃的 那么狗股脑是什么呢 它是茶叶 也是咱们今天刚刚新鲜采摘下来的 是岁川独有的一种茶 以茶入菜到底是一种什么滋味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邀请刘晓明厨师 来为我们一起来做几道 具有岁川特色的夜市美食 岁川板鸭堪称板鸭中的上品 鸭子腥味重 但经过腌制 烘烤 晾晒后制成的板鸭香味浓烈 味道醇厚 可以简单地蒸着切成块儿吃 也可以在锅中炒香后 与炸锅的芋头一起放入砂锅中焗着吃 这道菜肉嫩骨脆 香气扑鼻 芋头也非常入味 今天就是特地开车 到我们这个岁川县来吃这个板鸭 它这个瘦肉会比较多 但是它那个瘦肉是不柴的 而且它的皮特别的薄 但是它这个盐度是非常适中的 所以我们几个人三下五除二 可能这一盘一下子就没了 鸭屁股都吃光了 狗骨脑茶做的茶香腰片就很有特色 选一对猪腰 剖开后去除有骚味的部分 然后切成薄片 放入姜片 蒜片等调味料 用泡好的茶叶水来浸泡腰片 数分钟后便可以放入废水的锅中烫熟 腰片捞出后可以调蘸汁凉拌着吃 喜欢吃辣的也可以放上一些红油辣椒 这道腰片脆嫩可口 不仅没有异味 还带着淡淡茶香 茶香酥是另一道茶香美食 菜蘸新鲜的茶叶 放入用淀粉和鸡蛋调制的浆里 挂上糊糊 放入七成热的油锅中炸至金黄 这道菜香脆中拌着新鲜茶叶的青色 入口鲜苦后干 很是让人回味 菊香百合鸡是用本地的土鸡切成小块 腌制并炸至金黄备用 在锅里把金菊和百合一起炒香 加入炸好的鸡块一起烹烧 这道菜鸡肉味道微甜 带着浓浓的菊香 用类似的手法还可以做出菊香排骨 金菊与红鲜火龙果一起摆盘后 无论是颜值和味形都堪称一绝 这道菜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叫吉祥三宝 在吉安夜市中尝过的菊香茶香风味 最后压轴出厂的夜市美食 是芦林菜中一种非常有名的特殊味形 叫做梅香味 那么做的最地道最正宗的是哪里呢 我们现在是在吉安的永丰县 这里是唐宋八大家之一 欧阳修的故里 然后这里有独具永丰特色的欧宫家宴 欧宫家宴中的每一道菜 都是根据欧阳修的诗词 还有它的生平事迹 结合我们永丰当地的物产来做成的 尤其是这个梅香制作工艺 非常有特色 比如说梅豆腐 梅鱼 梅鸭 是不是和臭豆腐 臭鲑鱼那样去做的 臭豆腐跟臭鲑鱼它是相对来说 它发酵的时间比较长 而且它闻起来很臭的味道 但是梅豆腐跟梅鱼 它们可能发酵的时间没那么长 可能它们吃起来比较酥香 传统的那个做法就是煎 炸 蒸 但是我们现在也创新了很多梅香制作的菜品 比如说这个梅鱼 我们现在把它和鲍鱼结合 然后做了一道非常有特色的菜 叫做梅鱼炼上鲍 对对对 一个海水的 一个淡水的 对 这两个是异地炼 会出来什么效果呢 梅鱼与鲍鱼一起在锅中煎至两面酥香 连入啤酒 焖至出油即可 这道菜梅鱼的香与鲍鱼的鲜两香结合 风味护融 口感醇厚 耐人寻味 梅鸭的制作 用它和葱姜蒜煎炒虫菜 同样是风味独特 咸香酥辣 色泽红亮 是一道不可多得的下酒佳肴 梅豆腐 可以直接吃 也可以用来做调味品 比如在土鸡蛋中加入梅豆腐和梅豆腐汁 加水搅匀 淋上一点熟茶油 在锅中剪制一会儿 梅豆腐烹土鸡蛋就做好了 这道菜细腻爽滑 风味独特 老少结宜 除了梅香味的菜品 在吉安永丰的欧宫宴上 还可以吃到化迪酵子 状远鸡等多种美味 晚餐后 再到恩江古城去逛一逛 这里一到夜晚流光一彩 游人如知 可以看表演 也可以去茶馆 听听地方戏 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古西台呀 它就会上演我们当地特色的茶戏 都是我们群众的自编自导自演 现在演的呢就是醉翁琴 它是根据欧阳修的醉翁琴记来改编的 演员们都好投入啊 在这个露天看着戏 喝着这个有铺后味的凉茶 特别惬意 慢生活的节奏 一下就找到了 吉安的夜市里 有戏曲 有美食 有老年人的坦然自若 有年轻人的活力澎湃 这座魅力无限的城市 正用自己独有的方式 熟悉着绵延千年的小城故事 一块大白杆 怎样能飘出24片薄片 泰州早茶明阳四方 泰州晚茶又有点啥 和仙 胡仙 虾兵 蟹将 轮番上场 精卫折轮 流光溢彩 凤城河传言如何呈现 敬请关注消费主张 中国夜市全攻略 江苏泰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